爸 你怎么来了 咋才开门的 闺女啊 这 可欣这么能吃呢 她工作量实在太大了 所以吃的也比较得多 刚刚饭都没来得及 吃一口就又被叫去出差了 一看就点了外卖 行了 爸爸给你带的好吃的 那个 爸 你把这些吃的放这儿 就赶紧回去吧 这么晚了 妈在担心你 而且又不安全 这什么话呀 孩子 爸爸刚来 就赶我走是吧 我没有 爸爸想你了 陪你住两天 不用陪我住吧 你就跟妈放心吧 你看何家欢的生意那么忙 离何家欢太远了 你去也不方便啊 女儿 爸爸干厨师 已经干了这么多年了 也该休息休息了 再说了 也给他们一个机会 让那帮徒弟们的 也历练历练 对吧 这大客厅啊 瞧瞧 这大沙发 软会儿 怎么了 女儿 爸爸来不欢迎啊 欢迎 就是爸 我觉得吧 你看我们两个女孩住这儿 你一个大男人在这儿 真的不方便 而且我们就只有两个卧室 没有你睡的地儿了 有啊 这个沙发就很好 我就睡沙发了 再说了 女儿啊 你们两个人住这么大房间 浪费了 现在可行又出差了 生你自己也多不安全哪 刚才我在楼下的时候 碰见一个彪形大汉 可凶了 不是爸 爸爸在 更安全 爸 你去哪儿啊 上厨房啊 厨房在那儿 糊涂了 糊涂了 我把这菜给你热着 有点凉了 以后啊 我跟你讲啊 别老点到外卖吃 这对身体啊不好 知道了 手脚勤快点 自己做 爸爸爸 我带你去个地方 不是不是 去哪儿啊 我 你先别管这儿了 不是 你带我去哪儿啊 快快 你看看不就知道了 热菜 一会儿再说呗 怎么走吧 你慢点推我 慢点慢点 你坐下 我 你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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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你坐下 不是 来 坐下 不是 姑娘 坐下 我坐不住 我还热着菜呢 你 你 爸 你干嘛呀 你看咱们父娘两个 好久都没一起看电影了 是啊 不是最爱看电影了吗 我是爱看 回头再说 别别别 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你最爱看的片子 不是你 你知道我爱看什么电影啊 霹雳叫蛙